這是一部非常極致的犯罪懸疑電影 是由一起奸殺案 引發出來綁架案 你別傷害我女兒 當自己這麼好的同學的女兒 被綁票 金志雄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無論如何 他就是要找到這個兇手 金志雄呢 平時就是屌而郎當的 他就是這樣嘛 走過來 好喝下次再來 好好好 他不是一個典型的好警員 你拿幾家人 你拿幾家人 還得有 別看不怕你 但是呢 他是那種特別正義的一位警察 這也是他的魅力 打擊警察 仍然還在等你 兩人是發小 殺個嬌 各位殺個嬌 為陳志雄是有求必應行的 對 就是現在馬上幫我殺 好分 打得讓我愛上我這志雄 在整個過程中 我唯一信任的只有他 他有一些太過理智 就是要靠金志雄的這種動的東西寫出 追一些 綁匪 半分使用武力 金志雄就得要出手想去 警察辦 互捕互助 一文一武的一個搭檔 查案子的時候 不是在打的路上 被打的路上 比較少做的機業 跟我們的陳家班一起訓練 一直跟我強調過說你耐不耐他 我說什麼叫耐不耐他 他這一句想呈現的是拳拳道路 是寫實的 他有很強的爆發力 再出了一點 然後你讓他來十條 要不然他真的給你耐不耐 而且每次都不要戀自己 準備再比他遠 來 好 金志雄他就是這樣 就是當你需要他幹什麼的時候 他就是完全會釋放你 他真的會為女主赴唐搗走 什麼都可以做 全心全力 只想救陳志祺的孩子 就是全力以赴的 我們這一件事情去做 做人間去的 想可是 還有 、、、 是 不要 你有 我